我們就是有點普通 又不會太普通的嘉賓 幹嘛 幹嘛 有人白眼耶 聽到那種有點普通不會太普通 他在脖子角度這樣 哇塞 是什麼角度啊 經濟型嘉賓 是 不收錢 而且只收成一 不然又不收錢耶 謝謝觀眾 謝謝觀眾 升降舞台要準備讓你 儀式感 雖然都是自己人 但我們要儀式感 嘉賓都要從升降台升上 你不要一直講嘉賓 所以到底要唱什麼 等一下錢抽出來你就知道了 對啊 那這邊要跟大家商量 不要因為是慣佑 你們等一下就真的 每一個人都翻白眼 那個脖子的角度注意一下好嗎 等一下 你們要假裝不知道這件事啊 好不好 等一下要很驚喜 這樣才會有驚喜的感覺啊 對不對 練習一下 3 2 1 好啦他已經準備好了 好 會不會有一天 時間真的能靠退 推回你的我的 回不去的擁有的歲月 讓掌聲鼓勵平均 好久不見 真的上次見面呢 其實已經是三個小時前 下午彩排的時候 今天我的小孩也來了 他不是來看我的 是看他們第二個爸爸的 乾爹 對 看乾爹的 你知道我講到這個就是 四年前我跟石頭有合作一首歌 然後去大雞腿錄音室 然後我帶有小孩來 剛好一個週末他們沒事 然後就晚上還錄音 然後我帶他們來 然後他們一進大雞腿 就看到那個 神的孩子在跳舞 那張專輯 對 一看爸爸 爸爸你加入五月天嗎 真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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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所以我兒子女兒在現場 看到了 看到有差別的 其實我們每隔幾年 固定會讓那個品冠 跟冠優一起出來一次 證明他們真的是兩個人 對 因為有太多五月天的歌迷都說 還有品冠的 少部分歌迷也在說 為什麼每一次 五月天扮演上會的時候 品冠都沒有任何其他的活動 因為我需要在後台 stand by 掌聲鼓勵 對 我一直很想要加入五月天 我知道之前有像比如說 杰倫啊 俊杰啊 甚至Jolin 他們都一直想要加入五月天 但是如果論血緣關係來講 對 還是有那個 先後順位 好像真的 還是有順位 那萬一如果你們不肯 讓我加入你們的話 我可以個別跟他們合作 我跟冠優 可以組冠冠優優 然後我們可以搶 左左右優的兒童市場 可以 人生如一起一回 人間卻一見一遍 情間我們就不約在幾天前 別等到人是一杯 開花在追憶裡面 別再忍不住我們幾天前